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猪仔 这个就是我今天第三个推介 今天是大年初五 先和大家摆个链 祝大家新年快乐 心上事成 最重要是身体健健康康 这一只标 就是之前介绍过钢带的 现在介绍皮带 一只皮带款 是一只Orient的手标 造工很漂亮 给大家看看正面 先从正面的12点来说起 这一只Orient的自动机械 是一只叫做Modern Skeleton的系列 Modern Skeleton Orient Star就是透空的意思 顾名思义 它是一只扭空的自动机械 机身 Skeleton就是一个骷髅头 意思是透到骨架的机身 如果喜欢更复杂的机身的标迷 就可以看我这个介绍 它复杂得来 但又是Dress Code 就是斯文的皮带标 12点位置 就是一个罗马数目指的指钉 下面就是一个Power Reserve Indigator 就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动力储能显示 就是由0到50 就是这个Power Reserve 最尽去到50个钟 可以储能50个钟 至于在这个9点位置 就是一个Open Heart 可以看得到机身 彈一下彈一下彈一下 喜欢看得到这些机械感觉的标迷 不要错过朱仔这支标的介绍 真的是好东西 3点位置写了它的招牌 有个Orange Star的Logo 写着Automatic 这支是东方星 自动机械 6点位置有一个 小秒针的标盘 小秒针的标盘 好了 再来看看 时分针和黑度后面的点点都有夜光 试试夜光给大家看一下 是什么 的感觉 夜光当然不够潜水标 很厉害 但我喜欢它连Power Reserve的针都有夜光 是一支秒针没有夜光 你看到现在熄了电筒 其实也有夜光 所以夜光也挺强的 好 再来看看那个指钉 12点位置是一个罗马字的突字 另外那些黑度是一个字钉 还有一些打磨 你看到它有些切割位 旁边都是做了抛光 中间做了拉丝的效果 那种感觉也是很立体 很突出的 至于那些针 那些时分针 都是有做打磨 拉丝的 你可以看看 旁边都是做了抛光 中间做了拉丝的 一部分就是做了夜光 6点钟是小秒 好处是可以令到机心薄一点 因为时分秒针 如果重叠在同一个组心上 它一定有一定的厚度 而这个呢 它将秒针放下来 就可以偷了一些厚度 那这个标的标面 就很漂亮 这个颜色 是一个蓝色的太阳纹面 蓝色的太阳纹面 而且那个字面的造工 除了蓝色之外 它是Skeleton 大家可以看到 齿轮 Open Heart的机心 甚至乎这些有两套字面 是两层字面的 Orient Star这套 蓝色的一套字面 另外底部有一套字面 很有层次感 很丰富的 再来看看 就是这个标 只是做了100M防水 所以它是做了拉推罐 没有做到螺丝霸 在标壳位置 就是做了一个光身的标壳 的不瘦钢标壳 光身的 而这块玻璃 就采用了蓝宝石玻璃标面 如果细心的标迷 就这里写住了 Crystal Safire Crystal 这个是蓝宝石玻璃镜 所以就算粗魂一点 刮到也不怕花 还有Orient用的物料 如果大家用过Orient这个牌子 应该都知道它的质量 就是非常好的质量 性价比高 好了 到标脚位置 它光身之余 这个标圈 延伸到标脚位置 就做了拉丝 选拋光 再选拋拉丝 延伸到标的中间部分 都是做了拉丝 标壳中间 拉丝选拋光 选拋拉丝 朱仔经常说 不是什么高技术 但是呢 就显现到 那个 制标师 那种 那种 那种细致 是的 因为它要遮住 譬如它可能 全部做了抛光 接着 遮住抛光位置 再做回 两行拉丝 複杂很多 好 试一试 标罐 它有一个拉推罐 有停秒功能的 踢起了之后 秒针就停了 就不动了 那个机心也停了 OK 接着呢 向下转动 就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如果你问朱仔 这只标 唯独是没有了日历 如果你说 很需要看日历的标迷 这只就未必适合你 但你说 我喜欢看到 Skeleton那种感觉 便宜玩Skeleton 因为你一只 这样的透空机 如果是瑞士标 的级别 很贵 但是Orient 就可以平民化入手 至于按下 标的进去 向上转动 就是正在发条 大概三十几下 就已经上满五十时 现在已经到二十六时 已经上到 看看 这边都是做了拉斯 银抛光 银拉斯 延伸到中间的标本 标本外面 就有做一些九眼纹 摸摸也很有手感 另外 有个Orient Star的标志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 Orient的双丝标志 多过Orient Star的标志 但没办法 Star就是用了这个标志 至于皮带方面 就是用了一条 车线的黑色皮带 皮带的手感也很好 质量也很高 油环也是用了皮的油环 至于扣 它就用了不瘦钢的银色接扣 或者叫蝴蝶扣 写着Orient Star的 另外一头 也是用车线的修身皮带 标孔也看到有 1 2 3 4 5 6 7 8 9 有9个标孔 猪仔14多cm的手腕 都不用打标孔 如果真的要打 我们也可以帮你打 好了 反过来标底 看看它如何 究竟 有没有做透机呢 对了 没错 标底也是做了 我贯彻了Skeleton 这个系列 就是标底和桌子 都有做透视 看到那个机心 它就用了一个螺旋式 陷入的不瘦钢底盖 中间就是做了透视效果 细心的标迷 在6点位置已经看到了 Made in Japan 不是所有东方都是Made in Japan 但是这一只就是Made in Japan F6的F4机心 等下再和大家分析一下机心 Water Resist 就是10个瓦钢底盖 写着了蓝宝石玻璃表面 还有大家看到的 鸵子有写在Japan Oren Star的字样 还有鸵子也有两种花纹的打磨 这里上半角的位置 就是做了一个鱼林林的打磨 下半角就是一个 好像日内雅文的打磨 很漂亮 以平价的贴地价的Star Oren Star的东方星来说 算做得相当不错 我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正面就是 它这个机心 就是用了F6的机心 F6机心 其实五叉值 大家用过都相当之好的 正25-15 正25-15 动力处能显示到50小时 可以看到 50小时 21,600震频 好 这支镖的镖身直径 是41mm 而厚度是12mm 因为它偷薄了秒针 所以只有12mm 好了 试戴给大家拼上去看一下 戴我就不戴了 因为不想屈那支镖戴 拼上去给大家看一下 这支镖是蓝色 很铁性的 完全很漂亮 而且那个镖就是 做了这个蓝宝石镜 对 太激动了 撞到镜头 好 这个用了蓝宝石镜 所以很清 对 光身来说 可以看到机心很漂亮 这个镖的定价 大概$6,000 我也没有可能找过定价 好像$5,180 因为猪仔推介 你都知道不需要 如果之前有看过我的影片 介绍有一只蓝宝石镜 钢带 颜色没那么漂亮 都是$3,200多 这只皮带的也是$3,200多 猪仔推介$3,298 虽然汇率升了少少 过年之后 但是不要紧 坚持做个好价给大家$3,298 佐敦店或者荔枝角店都有染货 如果有兴趣标迷 可以尽快留言给猪仔 只有两只染货 或者可以在明世里找猪仔 WhatsApp电话 WhatsApp给猪仔 好吗? 喜欢这只标的 就不要错过了 因为真的超级超值 要喜欢这条影片 给个like猪仔 未订阅的 尽快订阅 多谢新年快乐